一氣門明亮的燈光 往裡面流理台 瓦斯爐 冰箱 床組一應俱全 還沒有成家的社會新鮮人 套房是最佳選擇 但是要小心踩雷 有一名租客表示 在北市南港租了分租套房 月租只要8000元 沒有想到房東媽媽 是可怕的大魔王 比起附近出租房便宜了不少 開心入住 但是租下來問題來了 房東媽媽有各式各樣的怪規定 即使光線不好 也不准白天開燈 早上洗澡也不行 還會檢查租客冰箱 冰超過三天就會生氣 當天買的麵包 不能拿去烤來吃 更過分的是 會在門縫偷窺 動不動就要趕你搬走 網友看了都抓狂 這麼嚴苛的條件 還要8000元 房東應該想找房客 可以制止他嗎 房中業者建議 租屋前打聽清楚 租金太過便宜 確實是比較容易發生一些 房東相對難相處 或者是屋況有問題的情況 房客不斷的更換 那這一類的狀況的話 其實是滿有可能是 房東自己本身的問題 這些徵兆可要多留意 以免為了審核包遇上怪房東 記者黃天耀 王一仲 台北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